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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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一他又不相信我怎么办 这个时候瑶瑶在就好 他肯定能给我很多的勇气 方言 你怕什么呀 这脑袋掉了碗大哥吧 这脑袋掉了碗大哥吧 你十八年之后你又是一条好汉 可是瑶瑶 我是真的怕 我怕他觉得我是一个神经病 我怎么办 宝贝 你已经试了 还怕什么 瑶瑶 你说得对 你说得太对了 我已经试了 我还怕什么 我就把自己当成一棵树 见面打招呼的时候就说 嗨 你好 我是一棵树 听到这样的开场白 你是不是很想打我呀 瑶瑶 万一他真的想打我怎么办啊 不关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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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 好像你跟网上的女 不太一样 你是关注我的那个一种声音 你好 您讲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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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叫方言 小梦啊 你在这儿呢 快过来 来了 怎么了 妈 我今天是特意来找你的 因为我 我 你怎么还是这么紧张啊 是不是私信聊天会放松一点 要不我们试一下 用微博面对面交流怎么样 不用了 不用了 你知不知道有一种病 叫心因梦游症 心因梦游症 嗯 我就得了这种病 就是 当你一进入一个 害怕的情景中 然后你就会进入那个 梦游的状态 然后你就会不停地走走走走走 然后你就 你 我给你看一下我的病例 这是我的诊断证明 我就在这儿呢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不见了 自然而言 不见了 你不见了